欢迎持续锁定非凡新闻 您好我是叶玉玲 首先要带你关心 联准会12月会不会降息 目前市场是逐渐没有把握 因为上周四联准会主席鲍尔 才发表了鹰派的言论 这让股市沉压 而美股上周五主要的指数是全数收黑 道琼收跌305点跌幅达到0.7% 而标普500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 分别下跌1.32%还有2.24% 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最重 跌幅超过了3%来到3.42% 再来看到美超为第二度下市倒数计时 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交出了财报 将会被纳斯达克交易所出名 来再看一下股价 今年已经累计暴跌了85% 不过上周五美超为盘后却飙涨16% 传出是获得了神秘集团出手强劲 大买了3080万股的股票 联主会主席鲍尔周四偏硬的言论 下坏投资人加上选后股市的庆祝行情消退 美股周五主要指数是全数收黑 道琼下跌超过300点 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跌幅1%到2% 费半更是错跌于3% 不过市场看法两极 CFRA的策略是认为上周美股呈现多头格局 投资人正在喘口气评估大选后的大涨能否稳住震脚 现在并没有看到颠覆股市的事情 而不过联主会主席鲍尔最新的言论一再强调经济恢复良好 劳动力市场稳健通膨回落 似乎没有迫切降息的必要 鹰派的看法都令股市沉压 而排面焦点上科技七巨头当中 特斯拉强涨3% 但是苹果收跌1.41% 专家认为川普关税政策若实施 最糟的情况下 iPhone所有非美零件将被征收高达60%的关税 等于每部手机成本将增加256美元 而美国监管疑虑还未消散之下 台积电ADR也收跌1.32% 后续还要关注年底前货币政策走向 以及通膨预期心理都攸关美股后事 记者周庭丽严连凯综合报道 回答预计在美国时间20号公布上季的财报 因为供应链出货不顺 市场的预期回答上季的营收329.5亿美元 如果以去年度的同期营收181.2亿美元来推算 上季的营收年增82% 是小于前一季的122%的年增幅 而且预期上季每股税后存饮年增84% 也是小于前一季的152%的年增幅 而回答20号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凯基投股就指出 市场直呼又到了AI大放异彩的时刻 海通国际证券看好受惠AI 明后年的趋势大好 将辉达的目标价调升到了168美元 而至于摩根士丹利证券 也将辉达的股价预期调升来到了160美元 再看到台股上周是掉到了23000点大关之下 市场现在引颈期盼辉达的财报 能够重振多头的士气 再看到AI霸主辉达 新一代的晶片Blakewell在先前 因为设计的问题延迟一个季度出货之后 最新又再传出 配套伺服器出现了过热 这让多家的客户开始担心 会不会来不及运行新的数据中心 而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就指出 辉达Blakewell GPU 是在连接可以搭载72个晶片的机架伺服器时 会出现过热的情况 而对此辉达已经多次要求 上游的机架工艺商更改设计 辉达也随后回应 这是开发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目前也正在积极地和厂商合作 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周在秘鲁举办的APAC场边会议 这是就贸易还有台湾等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以援手的身份对谈 拜登又呼吁中国 停止在台湾的周边进行破坏稳定的军事行动 而至于习近平则是强调重申包括了台湾问题在内有中国的四大红线以及底线 面露微笑握手致意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6号在秘鲁APAC峰会场边会晤 就双边区域以及全球议题进行讨论 而这也是拜登任内最后一次的拜习会 众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 但在我们两人领航把握下 也开展了最后成效的对话和合作 总体实现了稳定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重返白宫 银牌内阁备受关注 习近平也就借着这个场合 呼吁美国要求大国关系做出明智选择 中国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改变 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 团结协作才能攻克时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性为爱 脱钩锻炼不是解决之道 互相互利合作才能共同发展 如果把对方当作对手 敌人 恶性竞争相互伤害 中美关系就会遭遇破折甚至倒退 另一方面台湾议题依旧是两人对谈的重点之一 习近平画下台湾问题 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 发展权力等四条红线 表示明确反对台独支持和平统一 习近平强调台独分裂行径 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 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美中关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专家认为美国政治的转变将影响 未来亚太区域的外交策略和国际合作走向 记者黄友柔信龙正综合报道 在从赢得了选举之后 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一直在筹划内阁人员 16号还专程到了纽约市出席了 中级格斗锦标赛的冠军赛 来回应选民的支持 而同时现身的还有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其实从川普竞选到胜选以来 时常就能够看到这位亿万富豪的身影 这也让马斯克旗下的商业帝国估值持续暴涨 三蓝色西装配上大喉领带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现身 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 终极格斗锦标赛 重量级冠军赛 现场欢呼声不断 还有粉丝拿着躲过暗杀枪及高举拳头的照片旗帜 展现沸腾情绪 新赴纽约现场不只看比赛 更是对支持者的回应 而且仔细一看随行的还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看赛期间不止两个人坐在一起 时不时还会互相交谈 让这场格斗之夜更加热闹 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竞选期间 到胜选以来 亿万富豪马斯克的生意几乎无所不在 也带动马斯克旗下企业估值一飞充天 像是去年成立的AI新创将完成新轮融资 最多将筹得60亿美元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也预定12月 将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出售股权 让公司估值超过2500亿美元 先前川普更宣布 马斯克将陆格领导政府效率部 从企业转战政坛 也让部分华尔街银行燃起希望 情判当初替马斯克收购X平台 所提供的130亿美元贷款 很快就能脱手 过去外界认为支持川普 是马斯克至今风险最高的赌注 如今在川普胜选后 压对保的马斯克反而成为 这场豪赌中的最大赢家 记者副议委员陈一红 最后报道 美国新任的财政部长 预计在这个礼拜出炉 媒体报道原本川普已经主意 由对冲基金经理人贝森特来接棒 不过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以及预料接任卫福部长的 小罗伯甘乃迪 近期却是力推另外一位候选人 也就是卢特尼克 这也显示了川普的团队 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分歧 报道就指出 原本卢特尼克在上周五 竞争的绅士其实已经消退了 不过马斯克在周末期间又发文力挺 表示川普喜欢的贝森特 只是一个照旧的选择 而照旧将会导致美国破产 相反卢特尼克会带来改革 而外媒都指出 马斯克在选后 其实一直就待在川普的海湖专员 对川普的决策发表意见 而这个早就已经让川普的团队感到困惑 还有恐惧 如今进一步的力挺其他的人选 团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恐怕会加大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最新宣布 他就职之后 计划要提名能源公司的执行长莱特 来担任能源部长 而外界预期 他将支持川普的计划 极尽可能的增加石油 还有天然气的产量 并且要设法提高发电量 而同时川普也表示 将任命27岁的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 来担任新一任的白宫新闻秘书 这是打破了史上最年轻的记录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即将在明年1月就任 他最新在社群媒体X上上传这段影片 说11月的选举是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政治付出 外界关心他新政府的人事名单 如今也陆续曝光 川普宣布就职后要提名 油田服务公司自由能源执行长莱特 担任能源部长 他坚定支持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市场认为莱特将支持川普的计划 极尽可能的增加石油与天然气产量 并设法提高电量 使美国电力需求在数十年来首度攀升 川普大力称赞或许是因为莱特与他一样 都反对全球合作共同对抗气候变迁 莱特认为比起气候变迁 更迫在眉睫的是能源的缺乏 他曾说气候危机根本不存在 能源转型也还没发生 气候变迁倡议人士就是违言耸听 而另一方面新一任的白宫新闻秘书也出炉 川普宣布要启用竞选团队 年仅27岁的发言人莱维特来担任 成为历来接掌这项职位的最年轻人士之一 记者黄友柔 谢龙震综合报导 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提名了石油业的高层莱特 担任美国能源部长 美国渴望扩大开采石化能源 而传出台湾政府也计划要扩大 对美采购石油以及天然气 中油就坦言美国生产的原油 相照于中东更符合中油炼油能力的需求 而近年来台湾对美采购原油的比例 也是不断的上升 学者就分析扩大对美采购能源 能够缩短台美贸易的顺差 这也避免台湾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川普2.0即将来临 台湾连续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 就怕川普上任后会祭出制裁 央行总裁杨金龙建议要缩减台美贸易顺差 可扩大对美采购 其中就包括能源 向美国购买石油天然气将会是选项之一 能源的进口让我们的ETP的比重很高 如果能够增加会有帮助 天然气也是一个可以增加的对象 扩大对美采购石油也呼应川普的能源政策 川普研览石油业高层莱特担任美国能源部长 显示他大力发展石化产业的决心 其实近年来 中油对美采购原油比例一直不断上升 因应川普新政的另一大隐忧是未来关税壁垒高强 以及川普对台湾半导体的不满恐怕重伤台积电 但学者乐观看待认为台美间的互补性 不至于对台湾晶片造成严重重击 川普上任全球经贸冲击风雨欲来 政府得提前做好准备 介续杨越打开报道 川普选全球市场高度关注 包括卢沃战争 以哈冲突 等等地缘政治的风险升温 而会冲击全球的供应链 还有国际贸易以及资本的流动 而美国川普新政府的政策方向 都将牵动全球的震惊局势 有末日博士号称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 来到台湾参与论坛 他率先发表了对于美国通膨风险上升的担忧 川普即将重返白宫 外界紧盯后续关税政策与通膨的风险 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 有末日博士称号的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荣誉教授 罗比尼赴台出席论坛 他坚定认为在川普的政策之下 美国通膨仍然有上行风险 罗比尼认为不论川普上任后的政策走向 美中冲突都会延续 并且目前川普抛出的许多政策存在互相矛盾 整体对于美国经济影响是正负交错 未来美中贸易战之下的台湾 也会受到中国生产外移的不利影响 不过他点出台湾反而能让危机变成转机 利用在半导体AI的优势 与美国达到互利的盟友关系 台湾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罗比尼也示警 美债殖利率只要攀升超过5% 可能让股市有下行风险 不过第一银行总经理李嘉祥 则是看好2025年台股与美股的表现 由NVIDIA带领的美国的这些AI的企业 台湾是台积电带领的 相关的产业链应该是最受惠的一个族群 美元也将持续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加上川普的主张的expansionary 这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明年美国股票市场的表现 应该会优于美国的债券的市场 川普的一句话就能牵动市场每一根神经 罗比尼同步点出如果川普强推每一项政策 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失控 协商将成为川普未来施政的重要工具 记者赖北京科斯安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商务部日前拍板补助台积电 亚利桑那州厂66亿美元来设立三座的金元厂 并且依据完工的情况支付补助金 而其中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第三场的规划 先进制程除了两奈米之外 A16的奈米晶片制程也在列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总投资的规模上看650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2.11兆元 而第一座4奈米的金元厂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生产 至于第二座的2奈米制程的晶片厂 将采下一世代奈米片电晶体结构技术 预计在2028年量产 至于第三座的金元厂将在21世纪20年代底采用2奈米 或是更先进制程的技术来生产 而由于地缘政治的议题延烧 台积电冲刺全球的布局 2025年包含载舰还有新舰的暗厂 海内外盖厂的总数就冲上了10个 这不仅是公司历来的同一遭 更写下了全球半导体业 同时推进10个厂建制的新纪录 这也推散了公司明年资本支出 恢复高年成长的走势 法人的预估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 可望达到340亿美元到380亿美元不等 大约是台币1.1兆元到1.2兆元 这是挑战了历史新高 而对于2025年资本支出相关的议题 台积电的公关处回应 公司尚未公布2025年资本支出的规划 有关资本支出的说明 请公司的公开资讯为主 至于2024年的资本支出 则是以10月份的法说会中说明为主 再看到美股四大指出上周五拉回 台指期的夜盘也下跌来到了22,550点 却是陷入了季线的保卫战 将对台股本周走势带来一些压力 不过台股拥有期货空单回补 以及台积电设计划有望补涨 等等五大利多的支撑 后市反弹的行情 另外再加上全球关注的灰达财报 即将在美国时间20号登场 法人就表示会达的财报有机会超乎预期 可望激励台股本周表现是先下后上 预期指数将会在22,231点到23,700点之间震荡 再加上全球关注的灰达财报